怎么说完这么恶心呢 我跟你说你可别不重视啊 好多这个病都是通过这个提高了这个数值 才引起的 像什么心脑血管 心脏病堵塞 什么支架搭桥 到时候你就开桃 脑子就开炉 你注意吧 行行行 怎么就让你说得这么甚的 黄真是 说你还不信 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注意以后 这些病都容易找上我 全都找上你 你刚才说你是什么类的 健康推广官啊 推广官 那如果针对我这种情况 你有什么健康的方案 没有 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我先问问付费吗 不付费啊 不付费就行 那你说一个我先听一听 老话说啊 金长一寸瘦活十年 我喜欢这句老话 我喜欢 对不对 那咱怎么签 你这个先就是下岔呀 你别呢 我一大老爷们我吓得去 下岔下岔 可以可以 你腿皮给脚 现在就是 对对先试试 看看什么状态 行了 极限了 也就这样了 不能再提了 不行 这来不了 这就得借助一点外力 怎么借助 我用手啊 搭在你的肩膀上 慢慢的 深呼吸 走 妈呢 哪有你这么使劲的呀 不得借助外力吗 这是借助外力的问题吗 怎么了 一下就给我批 我这大胯 我受得了吗 我 弄完这个之后啊 咱们就开始啊 准备配合一点 器械训练 您等会 您等会 等会 什么 什么 器械训练 器械 是不是那个什么 哑铃杠铃 对 别闹了 行了 直接跳过这一步 累点别的吧 怎么了 别闹了 这个东西我来过 咱懂 心里这关 咱就过不去 那个东西 举得轻了 我告诉你 不管事 举得沉了 我举不动 明白吗 再有一个 我这细皮嫩肉的 举一手剪子 我得抹多少 护手霜上我 是啊 咱们 然后 咱们 咱们 这 我